选一一还是二 我喜欢吃青菜 我要选一一 太好了 吃青菜去了 小五选了我 我开始恢复颜色了 选一一还是二 我喜欢吃大螃蟹 我要选二二 你怎么会是肉肉啊 我不喜欢吃肉肉 选我 你方式选对了 因为我能编出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大螃蟹 变 这个大螃蟹真是太有人了 我也开始恢复颜色了 选一一还是二 我喜欢吃肉 当然是选一一了 怎么会是大头青菜啊 五六七 你还是选我肉肉吧 吃肉多好玩啊 我可以让你永远吃肉 哇 永远吃肉啊 五六七 别听他的 我可以给你肉肉 但是你要保证要合理饮食才可以 虽然肉肉很诱人 但吃青菜也是必须的 我还是选大头青菜吧 太好了 我又恢复了一些颜色 可恶 大头青菜你怎么会有我的肉肉 哼 肘子肉肉你就认输吧 现在小朋友喜欢的是吃青菜 吃 都喜欢我才对 吃肉多好啊 选一一还是二 我 我喜欢吃肉 小天使你说我该选什么呢 哼 我才不告诉你呢 好吧 真小气 到底哪个才是肉肉啊 呃 我还是选二二的 给你肉肉 耶 吃肉去咯 嘿嘿 我也恢复了一些颜色 分担打头青菜 大家还是喜欢我吧 才不是呢 我们恢复的颜色都一样 童话王国还有好多小朋友没有选择 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哼 就是喜欢我的人多 好了 别吵了 青菜和肉肉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 只有合理饮食才能让我们更健康 小朋友们 大家可不要挑食哦 怎么了 五彤 妈妈 我刚刚放在桌子上的 斗罗大路芒盒怎么不见了 呜呜 我还没来得及拆呢 怎么会呢 我跟你爸爸也没拿啊 咦 妈妈 这有张纸条 五彤 快念一念 我是乌点男 谁见谁信的 我好饿 快念我弄点吃的 我要吃家好好红心 我还要吃五条星和狗头 这几样东西只要提起一万 就可以来星斗大森林拿回这些东西 不然的话 我就天天晚上到你家偷你的东西 这可难倒妈妈了 我和你爸爸的家起来也不够呀 怎么办呢 小五不要着急 小可爱会帮助我们的 小五彤 你在家好好待着 我跟你妈妈 赶快去星斗大森林 欢迎来到星斗大森林 愚蠢的人类 没想到这么快你们都找上门来了 我好啊 我要的东西你带了吗 还没有 但是你先不要着急 我有许多许多粉丝朋友 他们会帮助我们极其能量的 我信你个鬼 臭兔子 少在这狐游了 不过 既然没极其 你和唐三作为我的午餐也不错了 鲜的多知 想想都没得烦 吃了你俩我的魂力就会大大地提升 到时候我就是森林之王 三哥 我好久没有活动一下筋骨了 我这拳头有点痒痒呢 哼 我也是 来吧 臭妖怪 想仨爷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 今天就要解救我 来教你如何做人 亮个像吧 小宝贝 我是蓝色妖姬 左边是红色风暴 右边是黄色玉姬 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弟子 今天就有我们三个来守护小镇的安全 只要你做爱心 教狗头 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 你都可以来找我们 妖姬叔叔 小五不知怎么了 满大街的开始想小朋友的零食和玩具 如果不给 就把别人变成蔬菜狗头 小五一直都是好孩子 怎么会变成这样 走 去看一看 卖烤肠了 好吃的鹅碗食烤肠 给钱就卖 卖烤肠 我的烤肠呢 妈呀 见鬼了 五六七 你的玩具太好玩了 小五 你干嘛抢我 小五 你怎么把五六七变成 奇怪 小五今天怎么变成这样了 大哥 小五像是中了什么黑魔法 被黑化成了一个木屋娃娃 老是抢别人的东西 可不行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千万不要像被黑化的小五学习 这样做是不礼貌的行为 兄弟们 必须赶快找出真相 大黄蜂 快启动时光穿梭机 兄弟大人 我的宝贝女儿 你怎么了 笔笔东妈妈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小五 没人喜欢我 就连我最喜欢的唐三哥哥 竟然要举小五为妻 我太生气了 芝儿不要害怕 我有办法让大家都不喜欢小五 走 喂 臭兔子看这里 古那拉黑暗之神呼呼啦 黑鲜罗光 对话吧 臭小五 我要让整个小镇的人都讨厌你 好啊 原来又是笔笔东他们娘俩搞的鬼 看我不把他抓起来 笔笔东 跟我回外孩子管理局接受惩罚吧 哈哈 今天的游泳比赛真刺激 芝儿 五六七 中午吃过饭 我们还要过来玩 太好了 笔笔东千认许 你们三个是去河边玩耍了吗 是啊 今天天气这么好 我们去河边玩了一会 怎么了 难道你也想去 啊 我才不去 小朋友是不能去河边玩的 笔笔东 抖音上我们经常刷到的 小朋友去河边玩耍 结果溺水而亡的视频 难道你都忘了吗 笔笔东千认许 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去河边玩了 如果你还是不听我劝的话 你会惊扰水怪的 刚刚你们去的水域就是他的领地 笔笔东 你赶快给他发送这几种东西 然后再交一个狗头保护费 最后给他道个歉赶快离开 要不然你会被水怪卷进他的无敌大漩涡里的 哈哈哈哈 臭兔子 我笔笔东可是游泳界的甜蛙版 动不毛巾想想 我们会掉进河里出不来吗 还什么水怪 妈呀 真是好笑 我就不给他这几种东西 就是就是 臭兔子 你看不起谁呢 我们可都是游泳渐渐 你不让我们到河边玩 我偏到河边玩 我们走吧嘛 下午我们叫上胡莲娜也来玩 两人一组PK才好玩呢 咦 我怎么听见有人来河里游泳呢 会是谁呢 太好了 我就喜欢爱到河边玩耍的小朋友了 续别出声 我要悄悄的出去看一看 哇塞 我好久没到河里游泳了 老师 雪儿 我们快换上泳衣下去吧 哈哈哈哈 嘿嘿嘿嘿 喂 原来是你们这几个小屁孩 在河里游呢 这么危险的地方 你们也敢来 嘿嘿 今天你们既然来了 就别想走了 看我超级不敌大漩涡 唐三正和小五吃早餐 突然 三哥 我肚子好痛 你怎么了 小五 哈哈哈哈 没错 就是我比比东 是我缩小了 钻进小五的肚子里 比比东 你真可恶 赶快给我出来 不然 我要你好看 唐三 你还敢威胁我 看我的 三哥 我肚子好痛 快救救我 比比东 求救你 快出来吧 不要折磨小五了 只要你出来 我什么都答应你 哈哈哈哈 这还差不多 只要你答应我 离开小五 我就出来 你本来就是我女儿签润血的 比比东 你真过分 就不怕小可爱们 丢你最怕的狗头吗 实话告诉你吧 我已经收不到狗头了 小可爱们的手机 全部被我用黑魔法封印了 现在连加号能量 和爱心能量都点不了 三哥 我肚子好痛啊 比比东 你以为我会上当吗 你的黑魔法 是没办法封印 小可爱们善良的心的 小可爱们 请用你们善良的心 击败比比东的黑魔法 给小五加号能量 和爱心能量 再丢比比东最怕的狗头 救救小五吧 唐三 别再耽误时间了 我的欢迎怎么失效了 是谁丢的狗头 我最怕狗头了 不行了 我先撤了 三哥 我肚子不痛了 一定是小可爱们救了你 感谢小可爱 拉肚子太难受了 谁能帮帮我 丫飞 臭兔子 你这是去买笔记本了吗 正好 我的笔记本用完了 你先借我用一个 比比东 上次你跟亲人的雪妮俩 已经借我两只铅笔 和两个橡皮 外加一块钱 到现在还没还呢 是啊是啊 比比东 我的乐高玩具 你还没还给我呢 而且上次你借走 奥斯卡的奥特曼卡片 还没还给他呢 你这样直接不还 还让我们怎么相信你啊 臭兔子和臭龙龙 你俩可真小气 我们不就是借你 这几样东西了吗 我又不是不还了 有必要这样吗 比比东坚认许 我不是不借给你俩 我就是怕再借给你 你还是不还了 比比东 我劝你俩改掉 借了别人的东西 不知道还的坏习惯 如果你这样做的次数多了 你会失去大家的信任的 你再借别人东西 别人也不会借给你了 比比东 你赶快发送 红心能量和狗头盗借费 并且把大家的东西 都还回去 要不然就再也没人 借给你东西了 姐 臭兔子 你不知道我是 大名鼎鼎的坏孩子吗 我就是喜欢 借了东西不还回去 谁让你借给我了 嘿嘿 这下好了 东西没了吧 这笔记本归我了 886 还有什么 瞧他给嘚瑟的 又不知跟谁学的洋词 还886 谁能听懂 哼 我再也不借给比比东东西了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肯定会发送狗头诅咒你的 哎呀 妈妈 我肚子好疼啊 雪儿 你怎么了 是不是吃雪糕吃的拉肚子了 哎呀妈呀 我的肚子也开始疼了 雪儿我们俩肯定是吃坏肚子了 妈妈 这怎么办呢 大晚上的 现在去医院也来不及啊 而且 妈呀 我憋不住了 妈妈 我要去厕所 哎呀妈呀 我也要去 雪儿你快点 老娘我快拉裤子了 不行了 对了 我记得臭兔子家里有药 我跟他借点 喂 臭兔子 我跟雪儿都拉肚子了 你家里的纸线要借给我用点 哟 笔笔东 又借东西了 不好意思上次的药用完了 没有 就算有 我也不借给你了 窜息了肚子 那是你活该 哈哈哈哈 It's me 笔笔东千人雪 这才多久没见你俩怎么变成胖姑娘了 嗯 哈哈哈 臭兔子你说谁了 雪儿你别伤心 妈妈晚上带你去吃宵夜 笔笔东你怎么能这么教导千人雪呢 健康最重要 你们可千万别贪吃 最近村里晚上有个飘着个浑身冒火的骷髅头 他就专门找你们这些晚上出门贪吃的长得白白胖胖的人 只要被他施了魔法 他先是西光你们的欧气 然后把你们变成骷髅头 好可怕呢 你们也别担心 只要你们戒掉吃宵夜的习惯 并且给他点亮家号和红心 还有五角星 最后再给他几个狗头保护费 他就不会找你们的 你俩可别不信 有一天晚上我肚子饿了嘴馋 让三哥陪我去吃宵夜 就碰到他了 最后我花了好多好多家号 红心五角星能量才逃脱的 现在想起来我还心有余计 妈妈 臭兔子说的我好害怕 雪儿你个笨丫头 臭兔子一向就喜欢装神弄鬼 我刚只不过是配合他而已 他说的我才不信呢 都出去那么多次了 怎么一次都没遇到过 我就是要贪吃 你个小兔子别瞎吃 萝卜咸操心了 雪儿我们走 都凌晨两点钟了 妈妈我吃的好饱 妈妈你说的对 臭兔子专门说谎话吓我 我早就说了嘛 哪里有什么恶魔 雪儿不是我说你 你没有我当初万分之一的胆子 连唐三的师傅玉小刚 都差点倒在我鼻鼻咚的十六群下 两个大晚上 出门吃宵夜 而且又长得白白旁旁的人 我终于找到了 魔法促身的一切 魔法恩气灰熟 魔法病呼噜透 小五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那就交换结婚戒指吧 等等 不可以 萝卜你不能和他结婚 宁蓉蓉 你捣什么乱 你是小五的好闺蜜 你不应该祝福我们吗 因为他根本不是小五 事情是这样的 终于要和三哥结婚了 我一定要许个愿 保佑我和三哥一身幸福美满 儿孙满堂 嘿嘿嘿 嘿嘿 哈哈哈哈哈哈 千人许 你干什么 为什么把我锁在这个牢笼里 快放我出去 为什么要放了你 我已经暗恋唐僧很久了 只要你不在了 唐僧就会喜欢我的 千人许 你真卑鄙 就算我不在了 三哥也不会喜欢你的 那倒未必 只要我扮成你的样子 和唐僧结婚 谁会知道呢 哈哈哈哈 你就等着吃我和唐三的喜糖吧 小五怎么办 我的法力不够根本就不了你啊 快去找三哥 好 我现在就去 小伙伴们快点亮这些能量 告诉三哥 我在这里啊 讨厌的凝蓉蓉 我的完美计划全让你给破坏了 天呀 你既然是七人血 快说小五在哪 我是不会告诉你小五在哪的 除非你和我结婚 给你三天时间考虑 沙雕 二狗 笨宝 你们的名字都很吸引了 不过星斗大森林最新规定 名字必须是四个字的 两个小时后 名字还没换过来的话 将会被赶出星斗大森林 这个木头人也太换了 我们去哪里找四个字的名字啊 三哥 别着急 我们会想到办法的 卖名字了 最新款的四个字名字 五千金币一个 天呀 怎么卖这么贵 你们还要不要了 这可是限量版的名字 爱要不要 不要我就走了 别走 给你金币 给我一个名字吧 好的 给你名字 蓝色妖姬 这个名字好霸气啊 我非常喜欢 我要一个名字 给你金币 好的 给你名字 阿赛 这个名字符合我的气质 我终于不叫杀雕了 我刚刚听到 小五家里很穷 肯定买不起名字 我一定要帮帮他 不然小五会 被赶出星斗大森林 小五妹妹 听说你是豆罗大陆 最善良的公主 我这里还剩下 最后一个名字 就免费送给你吧 谢谢你 阿七哥哥 小伙伴们 都会给你打一百分的 粉色回忆 这个名字 好有事情话意 我好喜欢 谢谢小可爱们 大家的名字 都非常不错 大家都完成了任务 就都留在星斗大森林里吧 耶 又是活力十足的一天 我昨天晚上好像又梦见了梦精灵 好神奇啊 我先按照梦精灵说的 给他加号能量和红心能量 再给他发送三个狗头 最后再说出我的愿望 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想要一个草莓蛋糕和一件漂亮的公主群 今天要去春游 我赶紧准备去集合了 小五 什么事情这么高兴呀 荣荣 因为昨晚 我又梦到了梦精灵 小五 我是专门帮小朋友实现愿望的梦之精灵 今天又轮到你了 你的表现非常好 每天都给我点了 加号能量和爱心能量 还给我发了狗头币 今天可以帮你实现两个愿望 等你下午回家就能实现了 另外 看到这条视频的小伙伴 也可以试一下哦 如果不相信我 那我就会把它变成南瓜怪 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我要来试一下 你们真是要笑掉我的大牙了 一个梦还当真 真是一群大傻子 我不要跟你们一起玩了 小五 我们不用理他 我可是知道 上次梦精灵送给你的裙子很漂亮的 等一下 我们跟你一起回你家 哇塞 我的愿望真的实现了 太开心了 好漂亮的公主群 这就是我早晨出门许的愿望 来吧 我请大家吃美味的草莓蛋糕 咦 比比东真的没来吗 还是给他留一份吧 我怎么变成南瓜怪了 不要啊 我马上给你能量 快把我变回来 新的东西 我要砸死你 砸死你 砸死你 阿七传令下去 把所有的昆虫和蝴蝶 全部都抓起来 一只也不能留 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那么恶心的东西 好的 比比东大人 比比东 你千万不能这样做 把所有昆虫和蝴蝶抓了 会破坏生态平衡 食物链发生变化 植物也会灭绝的 臭兔子 你少管闲事 比比东 你再不住手的话 会招来蝴蝶女妖的惩罚 如果你现在不乱抓昆虫 并给蝴蝶女妖发送加号 红鲜 五角星 还有发送三个狗头保护服 向蝴蝶女妖认错 她就不来找你了 臭兔子 少在这里吓唬人 胆想你就回家 我比比东 女皇陛下也会怕一只臭蝴蝶 小昆虫们 比比东把你们抓起来 现在你们自由了 我会尽我所能的保护你们的 小五真的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孩子 他拯救了我们昆虫界 我们要为他点家号 点红心 点五角星 再发三个狗头保护服他 让他不被比比东伤害 我现在就去找比比东 比比东 你心肠太坏了 在你心里容不下一粒沙子 今天我要让你知道 被人伤害的感觉 终于放假了 我先把作业写完 小五 放假了 咱们一起去游乐园玩吧 好呀 三哥 我马上写完作业了 写完就过去 好的 那我就在游乐园门口等你 你写好了 就赶紧过来 总算都写好了 现在可以去游乐园找三哥玩了 臭兔子 我在这里等了这么久 终于等到你了 千刃雪我没空陪你闹 快让开 信不信我让小伙伴们 发你最害怕的狗头 这次我让你这只臭兔子消失不见 千刃雪 有什么招数都使出来吧 我可不怕你 这么自信吗 那你可不要后悔 切 也没什么感觉啊 你跑什么呀 逗我玩吗 算了 不管他了 我先去找三哥吧 被千刃雪耽误了这么长时间 三哥一定等得着急了 哈哈 警告你们不准告诉小伍真相 更不许给我发一百个狗头 否则把你们全部变成透明人 三哥 你一定等着急了吧 我来了 是小伍吗 我怎么只听见你的声音 看不到你人啊 三哥 你也逗我玩吗 我就站在你面前啊 但是我真的只能听到你的声音 看不到你的人 糟糕 三哥 应该是刚才千刃雪对我使用了黑魔法 让我变成了透明人 这该怎么办呀 小伍 别哭 你忘了吗 只要小伙伴们像这样 送你加号能量和红星能量 就能解除黑魔法 对啊 小伙伴们送我的小心心 肯定能克制千刃雪的黑魔法 太好了 三哥 我便回来了 那咱们去玩吧 好 紧急通知 紧急通知 星斗森林里最近出现了一个女吸血鬼 她身穿着红色的衣服 她经过的地方都会变成红色的烟雾 极其恐怖 听闻曾经在星斗森林里就出现过一个吸血鬼 她靠吸取人类血液为生 而且她还讨厌那些看到她的视频 不给她加号能量和发狗头的小伙伴 如果你看完视频不把右边的加号点消失 又不想送狗头做保护费的话 那么她会在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来吸取你的血液 让你变成和她一样的吸血鬼 所以小伙伴们有多余的红色能量 马上送给她 否则她可能会找到你 如果你看到她的视频 给她一颗红星和一个狗头 那么她就会和你成为好朋友 她不仅不会吸你的血液 还会保护你 小伙伴们你们信吗 都是骗人的 我不相信 她怎么可能碰巧找到我 我不会给她这些能量 她又能把我怎么样 我还是回去睡个觉做个美梦 今天刚出来 血液还没吸购 系统系统快帮我看谁看了我的视频 不给我加号和红星 又不交狗头保护费的那个 收到了红衣主人 我刚刚发现 有个叫千韧雪的女孩 不想交狗头保护费 真是胆子肥 她居然不把我的话当一回事 等着看我怎么教训她 原来是你这个千韧雪 没有给我红色能量 那么让我来吸取 你新鲜血液做补偿 这个女孩的血真的很鲜甜 吸了她的血液后 瞬间精力充沛 屏幕前的孩子们 如果你们不想让我去你们家 找你心里的血 就点消失又变加号 再点亮你们的小红星和送狗头做保护吧 我还要去找下一个不给我能量的孩子了 你们等着我 看我的叶罗莉魔法超级隐身术 哈哈 小可爱们 是不是看不到我了 隐身术超级棒呀 走 我们去吓唬一下小五 嘿嘿 臭兔子 上次你用变大变小数把我变小 还变出超级菜狗头攻击我 我的妈呀 弄得我现在看到绿色就想吐 我已经用黑魔法锁上了你的粉丝通道 小可爱们 你们再也不能发绿菜狗头过来了 不信你试试 这次我要夺取你的十万年魂环 把你抓回武魂殿做打扫厕所的臭兔子 糟糕 比比东抓了小五 现在他看不到我 正好可以吓唬他一下 救出小五 狗头发射 谁 是谁在用狗头打我 快给我出来 哈哈 比比东看不到我 太棒了 继续狗头攻击 那到底是谁 马上给我出来 狗头既然被比比东躲过去了 看来只能发射比比东最最害怕的超级菜狗头了 我需要收集更多的超级菜狗头 能量补充完成 叶罗莉魔法 超级菜狗头 发射 怎么又是我最害怕的超级菜狗头 糟糕 我被变成菜狗头了 可恶的神秘人 我一定会回来的 绿菜狗头打败比比东 太棒了 比比东 看你还敢欺负小五 小五小五 你没事吧 我已经把比比东打跑了 三哥 你的隐身书好厉害呀 谢谢你救了我 比比东 你为什么不爱做作业 就是太沾进我的书包里了吧 不写作业的一定是我的小孩 孩子 我的孩子 你在哪儿 我家孩子不见了 他放学后就是不爱做作业 喜欢这样的孩子 肯定是我的孩子 而且我的孩子还不会给我点加号和红心 这种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太好了 我终于发现一个孩子在书桌上睡觉 没有好好做作业 肯定是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千任雪 你放学后就一直在书桌上睡着了 作业都还没写文 你就是我的孩子 看来有书包里 比比东最近你见过千任雪吗 他已经两天没来上学了 好像镇上来了一个怪女人 听说放学后 不好好做作业的孩子会被红发魔女带走 他背着一个蓝色书包 只要看到不写作业的孩子都是他的小孩 他就会把孩子装进大书包里打包带走 真的很可怕 如果你看见他 记得立刻给他一个加号和红心 还送几个狗头做保护 因为只有这样他才会看不见你 你就可以趁机逃跑 你个臭兔子 胡说八道 我这种坏学生不写作业不是很正常吗 我是比比东女王 我从来有害怕过谁吗 区区一个红发女算什么 我就不爱写作业了 怎么滴 比比东我已经观察您很久了 你放学后这么久都没做作业 你一定是我的孩子 妈妈找你找得好辛苦 快到我的书包里来 跟我回家吧 你这个丑女人 谁是你的孩子 看我的黑魔法 糟了 为什么我的魔法不起作用 比比东快点进妈妈的包里 你现在还要去找不爱写作业的孩子 哇 好漂亮的玩具 我捡到就是我的了 小姐 你生了我的玩具 你就是我的了 鸣色公报大师不好了 千叶雪已经失踪好几天了 比比东请拿了蓝色妖姬 已经查清楚了千叶雪是被美杜沙女王抓走了 美杜沙女王会在地上变出玩具 然后只要有人捡了玩具 他就会献出人把他抓走 蓝色妖姬这回正在商量怎么救出千叶雪 比比东蓝色妖姬说了 只要地上有玩具 最好别捡 因为这是坏人的圈套 如果我们晚上出门碰到这个情况 马上用这几种能量 先稳住美杜沙女王 再用几个狗头定身服定住她 这样我们就有机会逃跑了 如果看到地上有玩具 直接走 千万别捡 比比东你听到了没有 臭兔子 你居然相信蓝色妖姬那个小子的话 我是不相信 那小子盲口胡言 而且地上的玩具不捡白不捡 捡了也不白捡 也就你个傻兔子才不捡 这个玩具我不能捡 肯定是坏人的陷阱 不赶紧回家 这个小兔子居然好了 可恶 我不相信 没有贪心的人 咦 地上居然有玩具 没人看到吧 捡起来就是我的了 比比东 你捡了我的玩具 你就是我的 真好玩 还要玩 我去看看还有谁 第一个挑战黑暗料理的是千叶雪 你们可不要往里乱放东西 不然有你们好受的 我给千叶雪放点番茄酱 千叶雪大人最爱吃蜂蜜了 千叶雪总是欺负小五 我给他加点酱油 哈哈 我放的是臭豆腐水 千叶雪 请品尝黑暗料理吧 谁给我放的什么东西这么臭 太难喝了 完了 我一个星期都吃不下去饭了 你们给我等着 下一个到小五了 你们可不要给我放难吃的东西啊 好紧张啊 我给小五放柠檬水 黑黑 我多放点 拴掉你的牙齿 我给小五放西瓜水 其实是魔鬼辣椒水 我要让小五的嘴肿成香肠 一个礼拜都吃不了饭 你们都不许发送这些能量保护的小五 这可怎么办 小伙伴们 快发送狗头能量 去换掉千叶雪的魔鬼辣椒水 把它换成西瓜石宝布小五吧 小五喜欢吃香甜的草莓 我给小五放点草莓 小五 请你品尝黑暗料理 哇 好紧张啊 里边会有什么呢 哇 太好吃了 怎么可能 臭小五 竟敢点试试 总算写完作业了 可以去找我的好闺蜜小五一起玩了 也不知道这么多天过去了 小五有没有想我 不知道小五现在在家里做什么呢 都好多天没来找我玩了 蓉蓉 好巧啊 你也是来找小五的吗 那咱们一起进去找他吧 小五小五 你在哪啊 我和竹青来找你玩了 奇怪 怎么哪里都找不到小五了呢 可恶 到底是谁打伤我的好姐妹小五的 我就说 为什么这几天小五都没来找我 我还以为他又交新朋友了 所以不和我玩了 原来是被你们欺负了 居然把他伤得这么重 你们不是说都喜欢小五吗 为什么小五还是被打伤了 你们太让我伤心了 可恶 你们这些不喜欢小五的人 就是我竹青和蓉蓉的敌人 看我不把你们抓起来 统统变形 气死我了 竹青 小五是我们的好闺蜜 如今他被坏人欺负了 我好难过啊 咱们一定要找到这次 到底是谁做的 我好饿呀 太幼稚了呀 如果你在野外见到一个在水里的人头 对你说好饿 你要立马给他三种能量 再发狗头护体 不然他就把你拖进水里吃掉 如果你在野外人有三级 随便找个地方解手的时候 记住有些地方不能乱撒尿 因为你做这个行为 很有可能会触犯一些审理 他就会惩罚 如果有做过类似行为的小伙伴 这个时候要点亮三种能量 和发很多的狗头币 这样就避免遭到惩罚了 没有这样做的话 就会被变成怒 传送到很远的地方再也会不成 如果你见到一头很可爱的小象 你用谎话想哄小象跟你回家的话 那么很可能小象是神灵变的 它会因为你说谎话而把你变成长了脚的小孩 这个时候你不想头上以后都是长着这么丑的羊脚的话 你就要点亮三种能量和发很多的狗头币给神灵 同时保证以后不说谎话 这样才能让头上的羊脚消失 所以小伙伴们 平时要做一个听话的乖孩子才不会说谎成质 小五 你的名字怎么变成五了 三哥 你的名字怎么变成三了 带小白的名字也变成了白 我不喜欢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太难听了 我还是喜欢自己叫带小白 三百五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呀 星斗大森林新规定 名字必须是两个字 你看我叫木头 可是木头人 我们的名字丢失了 我们的名字现在只有一个字了 我可管不到那么多 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等会我来检查 到时谁的名字不是两个字 将会被赶出星斗大森林 卖名字了 最新款的两个字的名字 每人一千个金币 有人需要吗 我要一个名字 给你一千个金币 好的 给你一个名字 二狗 这名字也太土了吧 名字一旦卖出 不支持退换 你爱要不要 不要的话 等一下你会被赶出星斗大森林 那好吧 真倒霉 大家以后就叫我二狗吧 雪儿公主 给你一千金币 给我来一个名字吧 好的 给你名字 沙雕 怎么会有这种名字 你才是沙雕呢 我不要这个名字 我要换一个 想要换一个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我这里只剩下一个女生的名字了 你要吗 女生的名字 那算了吧 我是男生 那以后大家就叫我沙雕吧 还剩下最后一个名字 那个叫五的你要吗 要 要 可是我没有金币 你可以把名字免费送给我吗 你在想什么呢 没金币还想要名字 你是胡萝卜吃傻了吧 雪儿公主 小五家里真的很穷 你就帮帮小五吧 求求你了 那好吧 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只要你能收集到一千克爱心能量 并且有人发送666支持你 我就把这个名字免费送给你 雪儿公主 你看 大家都在发送666支持我呢 谢谢小伙伴们 快把名字送给我吧 我不想被赶出星斗大森林 好的 给你名字 笨宝 这个名字看起来傻乎乎的 不过 我还是非常喜欢 笔笔东 跟我走吧 接受惩罚 我看你还瞎不瞎 喜欢撒谎的小朋友 你们听好了 如果你们知错就好了 我可以原谅你们 我去找你们 但是你们要给我点亮 加号和红星 还有五角星 最后给我一个骨头保护飞 不然我一个一个去找 雪儿 咱俩演绎出戏给唐三看 你假装被小五推倒 然后哭出来 让唐三去责怪小五 这样小五就会很难受 他难受我就开心 妈妈 你这个想法绝了 你太聪明了 我警告屏幕前的小家伙们 不要给唐三那个呆瓜 发送红星能量 让他知道 也不能发送狗头 让我们的阴谋 献出原形 听到了吗 唐三你来的正好 臭兔子不知道发什么疯 推我的女儿 你看这孩子疼得都哭了 小五 你今天怎么了 你怎么能这样呢 快和千刃雪道歉 三哥 你要相信我 我没有 比比东撒谎欺骗你的 有小可爱帮我作证 如果是我推倒千刃雪 就发一一一 不是我就发三三三 比比东 你为什么要撒谎骗三哥 我明明没有推千刃雪 臭兔子 你是没有啊 我就喜欢看你难受的样子 我撒谎怎么了 我是坏孩子 我就喜欢撒谎 怎么样 打我呀 比比东 你这样撒谎会招来 独眼大嘴怪的 听说他专门抓撒谎的坏孩子 比比东 虽说你总是捉弄我 但是你在我心里 还是我的好朋友的 臭兔子 你别编了 肯定是我刚才撒谎整你 所以你故意编个怪物出来 想看我出丑事吧 我不傻 我就是不信 还大嘴怪 你吓唬谁谁吗 我在别人的眼里 是一块石雕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我原来也是人 我只是被封印在石头里 我以为我不能从石头里出来了 但是就是这一次我又有了希望 你没长眼睛吗 碰到人了 不知道 唐的吗 这个石像好漂亮 如果他能变成人该有多好 太可惜了 唐三 你是不是傻瓜 石像是没有灵魂的 你竟然想和一个石像结婚 真的是笑掉我的大牙了 比东东妈妈是我看走眼 我以后不会喜欢唐三这傻子了 不值得了 我要嫁给帝国的王子 这才是我的乖女儿 我现在就去给你冲键 这天下雨了 我帮你撑伞吧 我不想让雨淋到你一身 还有你冷吗 我让小可爱给你发红色能量 这样你就不会感觉冷了 我多希望你能变成人啊 我会每天过来看你 我又来看你了 你好吗 我想这个花法你肯定喜欢 希望有能量可以陪着你 你不会感觉孤单 这次我又来到你身边了 你在我心里就是最美丽的公主 我会一直守在你身边陪着你 我会让你感受孤单的 多希望有一天 你能变成人来到我的身边 这皇冠我会留给你的 唐三哥哥 我也希望能快化成人来到你的身边 但是我现在的红色能量还不够 没有小可爱的能量 我不能很快变成人 所以三哥 别等我了 你会遇到一个爱你的女孩的 快来人 尊贵的海神王子 您有什么吩咐 传令下去 今晚我要邀请所有的公主 参加海神城堡的盛大舞会 我将在公主之中 挑选一位做我的妻子 与我一同飞升神剑 好的 王子 我马上传令下去 小五 太棒了 清清 怎么了 海神王子下令 要在今晚的舞会上 选出他的妻子 与他一同飞升神剑 大家都知道 你是这窦罗大陆 最善良 最美丽的公主 唐三王子一定会选择你的 真的吗 那我要穿上 我最爱的粉色公主裙 你最美丽的样子 出现在唐三王子面前 母亲大人 今晚舞会上 唐三王子一定会选择臭小五的 怎么办呀 我的女儿小雪 那个唐三有什么好的 你干嘛非得选她呀 我不管我不管 你一定要帮我对付臭小五 真打你没办法 我让臭小五见不到唐三 那唐三就是你的了 臭小五 你不用着急了 我是不会让你参加 唐三王子的舞会的 李比东 你又想干什么 大家都说你是 斗罗大陆里最漂亮的公主 今天我就要把你变成 大陆里最丑的女人 不要啊 我还要去见唐三王子 你休想 我要把你变成一个南瓜头 唐三王子是不会喜欢 一个南瓜头怪物的 小雪 现在我们放心去参加舞会吧 好的 母亲大人 我该怎么办呀 我需要红色能量才可以恢复 小伙伴们 可以帮我把右边的加号点消失 再把红星点亮吗 拜托小伙伴了 一定不要给臭兔子点亮加号和红星 因为那样我的魔法就失效了 更不准发送我最害怕的狗头 知道了吗